听见2009这部纪录片 是以听障奥运女子篮球和女子沙滩排球的选手来作为主角 前天1月30号举行了首映 现在就带您一起去分享他们的感动 真的谢谢你 让我用这么一个片子 将来如果我要打耳朵会拍给他看 他妈妈有多么厉害啊 这部花了林婉敬导演三年时间拍摄的纪录片 听见2009第一次公开放映 听奥女兰队员全员到齐 其中周沛和游滋璇家人也都到场 而当年一手创立听奥女兰的李星达 达哥也前来共襄盛举 结束之后大家都舍不得离开 跟导演和球员进行了一场感性的对话 运动员的人的本身有没有去照顾好 有没有细节 还是说我们只是花而不时地很注意一些表演的节目 花了很多的经费 林婉敬导演这部片子不只是把两位听奖女孩周沛和游滋璇 排除万能完成参加台北听奖奥运的过程全都记录下来 更把听奥口语竹在面对沟通的无奈 我教你这儿你还可以在这边走路 他很多人都没有听到 以及参加听奥冲击到工作和学业时队员们的处境 还有台北师傅到底是怎么对待不是重点项目的米兰和沙滩排球赛 片子寓意深长不只是听人观众看了有省思 同样也触动到龙人观众 听奥不管输货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拍到的那些过程 点点滴滴都令我非常的感动 我很同意片中的观点 希望借此让不管是学校民间团体以及政府单位都了解 可以提供更多资源以及更多机会让我们的表现 片子拍得好早已经变成了好朋友 球员把导演叫成了教练 立狗他再拍一部 球员又亲又抱导演很感动 反过头来他还谢谢球员带给他可以认识不一样的声音世界 林婉静说他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完成了这部片子 接下来他打算拿他去参展 以及在校园里群回展出 让更多人看见无声的力量 记者程修林 郑凯文台北报道 接下来就带您来看纪录片中两位主角周沛和尤姿玄 他们看完片子之后的感想如何呢 主着拐杖才刚开完刀两个礼拜 他就是纪录片里的主角之一周沛 为什么去年九月受伤要一直拖到今年一月才开刀 身材娇小的周沛但是志气很不小 就是这一股坚持到底的超人精神让周沛撑过了台北听奥 现在他的人生观大不同 知道自己有个不同反响的女儿 是公民记者的周老爹摄影机从没停过 记录下周沛的听奥时刻 而且他做到 他从小就不服输的个性 然后造就他就是要做 输也要打 这样子 那这就是他的精神 而看完听见2009纪录片 最感动周爸爸的就是这一幕 我一直很心动的想希望他是属于我们正常人这一边 从小教育我就把他放在这一边 那希望他也走这一边 那他在影片里面讲的时候让我非常震撼 他还不在 这一幕是当时周沛沙滩排球对美国受伤 有资旋单独去女篮赛会现场车上伤心哭的画面 不止周沛感动 连有资旋妈妈看了都很心疼 这样子让他成长 不一定每件事情都能够得到他所想要得到的 小六就独自到美国求学 大学才回到台湾 听障中度的游姿玄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女孩 而这个乐观的因子就是来自于妈妈 我们很高兴当这辈子的母女 她是我的观世音菩萨 她曾救我 因为认识周沛的关系开始打篮球 也完成了参加听奥的梦想 更知道自己有无限的可能 对 那我相信 本人 这个人 是没有直见的 就是他有无限的空间 对 无限的扩展 就是不要直接到这个框架里面 两个听障女孩透过参加台北听奥 走出了声音的框架 或许过程有点痛苦 但是收获无价 记者陈修林 郑凯文 台北报导 动动双手 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王小叔 今天来学跟拒绝有关的手语 对不起 我要加班 不能辅约 手语的结构是 对不起 我 家 工作 去 不能 右食指 敲一下 左食指 再用充满歉意的表情 敬个礼 就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要加班 不能辅约 对不起 我要加班 不能辅约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讨厌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